为了钱竟然将毒品注入自己的体内来试图闯关 结果差一点连命都没了 台北市警方接获线报 逮捕到两名才20岁出头的孕毒男子 那么他们发现到这毒品球呢 竟然就是直接在其中一名男子的体内破裂 高浓度的毒品不断地被他吸收 情况非常的危急 警方是立刻将他送一开刀急救 才捡回一命 躺在医院的单架上准备做手术 这两个不要命的运毒嫌犯 将毒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头 企图运毒通关 却都被抓包 原来远警接获线报锁定这两名男子 趁他们躲在汽车旅馆时一网打尽 其中一名嫌犯因为毒品在体内爆裂 差点丢掉小命 一颗颗海洛因毒品球 都是嫌犯动玩手术从体内取出的 两个人藏了将近60颗 他们为了钱 以一人八万的代价帮放毒集团运毒 不过集团看两个二十出头的男子 没有经验 还撕扣他们两万块 两个人冒了生命危险 又做了冤大头 连警方看了也都叹气摇头 记者刘志展台北市报道